重阳兵变 作者 金夫子 播读 夏秋年 第31章 千古绝唱 在我一朝 即7月1日张文天屈死 7月6日下午 被誉为中国宫东红军之父的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在北京病逝 享年90岁 这样 新中国的四巨头毛刘朱舟就剩下毛泽东身上插满管子输液倒液 苟延残喘了 当天晚上 毛远欣把朱总司令病逝的消息报告给主席爸爸 病榻上的毛泽东睁了睁眼睛 十分艰难的咕弄出一句短语 总司令善终 毛泽东张大嘴巴 还想说些什么 但呼啦呼啦的喘得厉害 说不出来 或许他是想说 刘少奇死于专案审查 周恩来死于癌症手术 住院一年半 大小手术21次 朱德感冒发烧 走得轻松 或许他还想说 贺龙 陶柱 林彪 陈毅 李富春 彭德怀 康生 王家祥 张文天 他的这批老同事 老战友 死于不同的症状 总之是先他而去了 可以算作他最后的欣慰 毛一直担心 有的人如果在他去世之后仍活着 就会改写他毛泽东所铸造的历史 陈甸甸 血淋淋的历史 不知出于何种考虑 毛泽东同意了华国锋 汪东兴两人的建议 允许叶剑英统治向政治局削病假 回到工作岗位 老中青要团结 不要闹分裂 但中央军委工作仍由陈锡连主持 叶剑英可以从旁协助 叶剑英的名字出现在 朱德治丧活动的中央领导人名单上 顺序为 毛泽东 华国锋 王洪文 叶剑英 张春桥 江青等 朱德的追悼大会由王洪文主持 华国锋制道词 盛赞朱德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 全国人民爱戴的党和国家 军队的卓越领导人 称奇一生都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隶属他自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 历任八一南昌起义第九军副军长 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任功能红军第四军军长 功能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 功能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 中国功能红军总司令 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 抗战爆发又出任八路军总司令 解放战争期间则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新中国成立后 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党的九届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党的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华国锋代表中央所做的道辞 有意忽略了朱德早年的重要经历 朱德自玉街 1886年出生于四川以龙县一户多子女农民家庭 十三个兄妹中排行第四 也是兄妹中唯一上过私塾并考上秀才的文化人 1909年考入云南陆军讲武堂 加入同盟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参加蔡厄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 作战勇敢 为人忠诚 受到蔡厄赏识重用 1915年 投身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法战争 任滇军步兵团团长 1917年 参加反对北京段祺瑞政府的护国战争 任靖国军第二军第十三届旅长 不久转任滇军第三混城旅旅长 1921年 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 兼云南警察厅厅长 朱德在十二年的时间里 历经几十次大小战斗 从一名农家子弟 蒋武堂学生 晋升为滇军重要将领 其杰出的军事才能 毋庸置疑 那时的朱老总 俨然为一方军阀 有着七房一太太 吸食鸦片烟上瘾 云南地方烟土生财 为官为谷 人人结实 几乎不能免俗 但自1917年起 他开始向往苏俄革命 偷偷阅读马列书籍 1922年 他毅然决定放弃高官厚禄 荣华富贵 摆脱各省区之间的军阀混战杀戮 决心赴德国学习军事 以寻求新的民族解放道路 当时他已经31岁 赴德留学 必须先戒掉吸鸦片的恶习 德国柏林的军事学院 绝不可能接受一名中国烟民入读不说 就是从上海赴欧洲的美班邮轮 也都是禁止吸毒者上船的 英法这些西方列强野怪 他们可以把鸦片 贩运到东方谷国来赚钱坑人 在自己的地盘上 却是禁毒禁得厉害 朱德是位意志力超长的军人 为断掉烟瘾 他先上了一艘往返于上海武汉之间的 法国模范客轮 包下一套头等舱房 整整一个半月不下船 断绝一切烟膏来源 如同经历一番生死搏斗 硬是戒掉生活恶习 朱德上法国客轮戒烟成功 一时传为军界美谈 1922年10月 朱德和好友孙炳文 孙维士之父 抵达德国柏林 巴黎的中共旅欧总支部周恩来等人 早收到国内传来信息 滇军旅长云南省警察厅厅长 到了柏林是一条大鱼 中共成立一史 最缺的就是军事人才 于是周恩来立即从巴黎赶赴柏林 与朱德孙炳文结交 很快成为情投意合的异性兄弟 周朱孙 柏林三结役 同年11月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祖国 由周恩来老弟做介绍人 发展朱德孙炳文为中共旅欧支部党员 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另说朱德夫人康克青也是一名井冈山红军出身的女将领 在办完丈夫的丧事后 带着满腹心酸 委屈 于一天中午秘密前往西山军委老帅们的驻地 拜望叶剑英和聂荣臻 康克青一见到两位老帅就气不成声 建功聂帅 你们要替我做主 朱老总是被他们开冷气所害 叶剑英眼睛红了 大妹子 总司令走了 要节哀 先保住个人的健康安全 再来和那些没人性的东西做斗争 叶容真耿着喉嗓说 克青同志 总司令这次生病的事 我和叶帅已听到一些蹊跷 你慢慢说来我们听 康克青小朱德26岁 贫苦同养媳出身 18岁逃出夫家参加红军队伍 19岁上嫁给朱老总 做了革命的好媳妇 贤妻良母 整46年忠贞不渝 若论资历的话 江青这些人根本不放在他眼里 但江青娘娘却连年高九旬 早对党内权位无争无求的朱总司令都不肯放过 康克青从来是个打着哈哈过日子的爽快人 此时眼泪一抹 恨恨的说 可怜我老总啊 6月21号上午还好好的 说下午有次重要外事活动 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访的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 一星期前还接见过非洲马达加斯加总统拉奇拉卡 我就对老总讲 有华总理他们接见会谈宴请就可以了 你何苦大热天的又去跑一趟 朱老总还批评我 事关国家礼仪 主席病得不能见人 我这个挂名的人大委员长 算代理国家元首呢 人家外国元首总理大老远的到中国来讲友情 我不代表老家伙出面接见一下怎么行 华国锋 王洪文 江青 在人家眼里 闲嫩呢 叶荣臻说 总司令一生革命 功招日月 总是以党和国家的大局为重 叶金英说 总司令一生大智慧 对党内斗争 大务大撤 无人能及 大妹子 总司令这次突然病逝 外面传言很多 到底是怎么回事 汤克清又落下泪来 6月21号 本来外交部李宾斯在电话里讲好 下午3点接见澳国总理一课钟 合影留念就完事 总司令就可回家休息 朱老总这人呢 从来做事一丝不苟 接见哪国领导人 总要叫秘书先把那个国家的地图资料找来 仔细了解一下 这次又先把澳国的地理历史人口物产都温习了又温习 我说老总呀 你别像个小学生一样的死鸡硬背这些东西了 到时候翻译会替你打圆场吗 可老总说 活到老 学到老 要对得起客人 越老越要学习 不然就老年痴呆了 看他那穷认真 我也拿他没办法 那天下午两点半 朱老总就到了大会堂接见厅去等客人 他总要比客人早到半小时 而绝不让客人等他 刚一到 就觉得冷气开得很足 随去的保健医生去看了看墙上的温度计 只有19度 秘书去找服务人员 能不能把冷气关小一点 服务人员说 整座人大会堂 几十间厅堂 几万平方米建筑 统一制冷 没法子只让接见厅升温 秘书问了一句 江青同志不是有规定 大会堂应当保持在23度 那服务员只好去请来军代表 军代表板起面孔说 江青同志今天在钓鱼台接见贵宾 他那里保持23度 这里没有必要升到23度 叶帅 聂帅 你们晓得的 这些年来 中央办公厅下面的干部 个个都是造反派脾气 他们眼睛里只有江青那个主席夫人 那天还有特别奇怪的事 原本安排三点钟接见 客人却迟迟不到 也没有人通知推迟接见的时间 我老总就在那冷气室里苦等了一个多小时 浑身打哆嗦 又不敢走 怕坏了国家礼仪 直到下午4点多 那澳国总理才匆匆赶到 陪同的外交部李斌司女司长 才对朱老总解释几句 是江青同志的接见延长了一个小时 原先也是安排一刻钟 但江青同志一谈就是一个多小时 谁都不敢提醒他 朱德委员长还在人民大会堂等着 叶金英茶几一拍 这个妖妇 从不把老一辈放在眼里 叶蓉真冷笑道 娘的三滴水 她不是对外放风 讲我们这些老家伙都怕她 康克青说 两位老帅息怒 那天下午 朱老总回到家里就怕冷 不舒服 晚饭也没有胃口 我要叫保健医生来看看 他说医生辛苦一天 都有家有事的 不要叫了 我也是大意了 老总讲他大概是吹多了冷气 伤风了 不是什么大毛病 家里有备用药 吃吃就会好 第二天 老总还是低烧不退 医生护士要送他去医院 他坚持讲自己无大病 不肯去 拖了两天 低烧变高烧 送到医院一照片子 才发现他已变成急性肺炎 不到一星期就发了病危通知 去世前一天 李仙念同志去看他 他拉住仙念的手说 告诉华总理 生产不能丢 光抓运动 不抓经济 国家会垮 这就是他老总最后的遗言 叶金英听罢 气得浑身颤抖 他们不是人 是畜生 我看江妖婆是故意的 让总司令在冷气里受冻 这几年 被他们用各种法子残害的老干部 数都数不过来了 易容真挥挥拳头说 放心 总有算账的一天 不是一个一个算 而是算总账 去年小平同志主持工作 抓干部政策落实 听说有个内部统计 文化大革命以来 全党全军有三百多名 副部级以上高干 非正常死亡 讲句难听的话 他们比斯大林193738年搞的那次 苏共党内大清洗还凶残 康克清怕两位老帅太过气愤伤了身子 就说 息怒息怒老帅啊 现在就靠你们做顶梁柱煮心骨了 主席哪天走了 全力落到那批人手里 我们就要被送进秦城熬晚年了 叶剑英瞪了瞪眼睛 大妹子 你也有这个担忧 是不是总司令留下过什么话 康克清点头 是啊 自去年冬天 小平同志再次被拉下马 朱老总就总在嘴里念叨 要管好军队 要管好军队 不能被他们拿了去 易容真说 这是总司令给我命令 总理去世之前 也有过类似的嘱咐 现在军队的情况不乐观啊 军委和北京军区都是陈锡连管事 北京卫戍区的吴忠 更是江青门下一条狗 康克清忽然想起什么事的试探着问 两位老帅 有句话 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叶剑英有些气恼的说 大妹子 在我和老涅面前 你还有什么话要藏头盖尾的 康克清放低声音 我有个老战友的儿子 在卫戍区司令部工作 说是卫戍区团以上干部 最近传达江青毛远新母子的内部讲话 指朱德和林彪 在井冈山斗争初期 都是反对毛主席的 还有一批老家伙 都反对过毛主席等等 两位老帅知道 我是1931年就跟了朱老总的 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事 叶剑英手指敲敲敲茶几 老涅 他们在部队造这类舆论 是为了哪天要对我们下手 你怎么看 聂荣臻说 我看陈希莲没有那副狗胆 他那里有我的内馅 不说这个 从江青毛远新母子的狗嘴里 吐得出象牙来 完全是歪曲捏造 黑白颠倒 朱老总在部队上井冈山那年 他们在哪 江妖婆还在青岛和黄静恋爱私混 毛远新那个小王八蛋 1941年才出生 他们母子有什么资格谈井冈山斗争那段历史 那段历史我了解 叶帅了解 林兔子在井冈山初期反对过主席 打小报告的 林是黄浦四期 我和叶帅都当过他的军事教官 北伐时一个见习排长 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 升为特务连连长 南昌起义失败 部队在广东汕头一带被打散 总理带着我们几个人坐渔船去香港转上海 贺龙回他乡西老家重新拉队伍 只有朱老总和陈毅率领一支部队转战越北 湘南 那时朱老总是起义军军长 陈老总是副军长 林彪是他们手下一名营长 1928年4月 朱老总率领部队上井冈山和毛委员的秋收起义农军会师 组成工农红军第四军 朱任军长 毛任党代表 陈毅任副军长兼政治部主任 朱老总指挥部队连打了好几个胜仗 井冈山红军一时名声远扬 不久 毛委员见林彪年轻会打仗 提出升他为28团团长 朱老总为人厚道 认为林彪是他从南昌一路带过来的下级 还不够成熟 一次战斗危急时还丢下部队逃跑过 需要再考验锻炼 这也是为了百政和毛委员的湖南农军的关系吗 林秃子就为这事恨上朱老总了 不久竟给毛委员写了封信 揭发老上级朱军长军阀作风 个人英雄主义 游击习气 流寇思想 讲大话 吹牛皮 在军中搞封建结拜 政客手段 以达到个人卑劣目的等等 叶蓉真说 那时候呀 工农红军在井冈山立足未稳 根据地初创 一切都要摸索前进 加上各级党组织都要来加强对这第一支中国工农红军的领导 简直就像分一杯羹 包括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 上海的地下党中央局 湖南省委 湘南特委 都要来插上一手 那时洪四军的领导机构也比较混乱 既有湘南特委又有前委和军委三套人马相互重叠 特委和前委由毛委员当书记 军委由朱军长兼书记 加上朱军长和毛委员两人脾气个性 所受教育都有很大不同 刚开始在一起难免出现工作分歧 朱军长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受过正规军事训练 又在云南当过十多年的滇军团长旅长 平日沉默寡言 待人和气厚道 能和下级官兵打成一片 指挥作战又很有一套 所以很受下级官兵们的爱戴 毛委员呢 古书读得多 有掏掠学问 多谋善断 富领袖气魄 但脾气暴躁 动不动就瞪起眼睛骂人 不大听得进别人的意见 叶帅 客清 我今天讲这些 不是对毛主席不敬 是讲历史事实 主席到延安之后才成熟起来 刚柔并济 运筹帷幄的吧 叶金英说 怕什么 历史被尘封的太久了 总要有我们这些过来人 讲出些真相吧 康克清说 聂帅 头次听到这些 朱老总从没有提起过呢 叶荣臻说 那好 我就讲下去 也是怀念总司令 毛委员受到林兔子攻击 朱军长的信后 没有先和朱军长去沟通 而是交给红四军 几位领导人传阅 陈毅等人看过信后很生气 觉得林彪这名 营级干部不像话 无视军队伦理 是个目无尊长 好挑不离间的小人 要知道林彪在年龄上 就小朱军长21岁 应当喊爹爹呢 朱德本人也看了林彪的信 知道党代表毛泽东 是欣赏这封信的 为了不把事情闹大 而采取宽和态度 林营长 小青年 后生仔 他怎么说都没有关系 日久见人心吗 但令朱老总奇怪的是 林彪的信很快在基层干部中传扬开来 为什么会这样 无独有偶 一星期后 作为中共红四军前方委员会书记的毛同志 写出一封全面支持林彪观点的 给林彪的信 也开始在红四军高级将领中传阅 这一来毛就把自己和朱军长的所谓要不要加强党队红四军的领导的话题公开化了 毛在信中列出十四个方面的问题 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 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 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 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 湘南失败 分权与集权等等 十四个问题都是针对朱军长而来 如果说林在信中向朱军长发难是牢骚式 个人攻击式 毛的信则是上纲上线 理论化了 叶金英插话 这正是毛笔林高明之处 体现领袖水平 高屋见灵 叶荣臻继续说下去 党代表和军长闹矛盾 副军长兼政治部主任陈毅站出来当和氏佬 陈毅这个和氏佬当的颇有原则 干脆把三封信 林给毛的信 毛给林的回信 加上朱也给林一封信 在红四军前委的游印刊物 前委通讯上刊登出来 为召开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做准备 对比毛林信中的上纲上线 朱德的信则显得温和奖礼 首先肯定林对党很忠实 很爱党 很注意研究党的问题 接下来才替自己做了辩解 有人说我放大炮 说大话 说过要红遍福建 江西 达到武汉 南京 解放全中国 这不是放大炮 说大话 吹牛皮 这是为了鼓舞斗志 向前看 向远看 对革命的前途要有信心 又有人说我拉拢下层 爱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 这不是拉拢下层 搞什么小组织活动 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 便于及时了解下面的情况 还有人说我游击习气 不像个官 穿得和士兵一样破破烂烂 这并不是游击习气 这是因为目前我们生活等各方面条件还很差 为了群众化 不脱离群众 才能打胜仗 消灭敌人 叶金英插画 三封信 风格不同 水平不同 惊畏分明 叶荣珍说 出席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有前委委员 军委委员 各纵队司令员 支队长 党员代表和士兵代表 共计五十来人 毛 朱 林都做了发言 经过代表们的热烈讨论 局势很快一面倒 大多数人不支持毛林 而拥护温和敦厚的朱军长 一时间毛林成为受批评质问的对象 毛已辞去前委书记和党代表去后方养病相要挟 主持会议的陈毅竭力搞折中 对年龄比他大许多的毛委员和朱军长各打五十大板 他综述了会议的争论之后 提出直率的批评 朱毛两同志都有着同等的错误 但毛同志因为担负党代表与书记的工作 对这次争议应付较大的责任 毛同志尤其应改正家长制一言堂作风 因此根据大家发言的意见 给予毛泽东同志严重警告处分 给予朱德同志书面警告处分 叶经插话 壮哉 陈毅 聂荣珍说 这是毛同志完全没有料到 也完全不能同意的结果 接下来会议进行新的前委选举 竟一致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 朱和毛都只选了个委员 陈毅推辞 大家不答应 会后毛委员怄气 真的带了贺子珍养病去了 不再管事 还放话说 井冈山快成水破梁山了 他像白衣袖是王伦 朱军长是朝盖 陈副军长是林冲 现在盛行陈毅主义 其实这次受到最大冲击的是陈毅 他不到30岁 而毛委员已36、7岁 又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建者 朱军长更是40多岁 在军界赫赫有名 他怎么能领导这两个人 先是亲自去找毛委员 请他回来工作 毛委员托并不回 还嘲笑他陈毅是宰相出巢 地动山摇 陈毅没办法 只好把前委工作托付给朱军长 自己化妆成商人 前回上海找地下党中央反映情况 李立三、伯谷、周恩来等领导人 听了他的汇报 中央责承军委书记周恩来具体处理此事 周和陈是刘法老同学 周问陈能不能取代毛和朱 陈说不能 所以来找中央解决 周说 那就还是把毛请回来领导红军 军队要服从党指挥 周并让陈代表中央起草一封指示信 肯定井冈山根据地前段工作 肯定毛对工农红军建设做出的贡献 中央决定仍由毛担任前委书记和红四军党代表 与朱军长共同领导红四军 信中 把毛的名字放在朱的前面 陈毅真是个正直忠诚 心胸坦荡的同志啊 他返回根据地 先给朱军长看了中央指示信 朱说 我从来就没有和他争过什么 拥护中央的决定 两人派秘书带上马匹去请毛回来 毛仍不肯回 说不取消陈毅主义就不回 陈毅大笑 给老子又撒子注意哦 于是亲自跑去恭请毛委员 交上中央的指示信 毛才认识到陈毅是个好同志 这才回到红四军 重新抓工作 康克清叹气 原来是这么回事 林彪就没有受到处分 叶荣真说 自1930年起 红四军发展成红一军团 再又发展成红一方面军 朱老总任总司令 毛任总政委兼前委书记 林彪升任为红一军团司令员 我是红一军团政委 彭德怀是红三军团司令员 还有红五 红六 红九几个军团 摊子拉得很大 每个军团不到两万人 红一方面军一共不到四万人 那时红一方面军前委下面搞了个素反委员会 由毛的老乡李韶九当素反委员会主任 开始在江西苏区滥杀AB团 连井冈山根据地最早的两位创建人 王佐 袁文才都被杀掉 陈毅 黄克成也差点被杀掉 但在激烈残酷的对敌斗争中 战争环境里 一时也闹不清是杀对了还是杀错了 直到闹出富田兵变 红二十军官兵喊出打倒毛泽东 拥护朱鹏黄的口号 毛的那个老乡李韶九 以素反委员会的名义杀人 杀的那个狠啊 后来把红二十军排以上干部 军长 军政委 师长 师政委 统统杀光 杀到建制都撤销了 那时毛领导下的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 由毛和贺子珍 古百和曾毕一两对夫妇组成 四人共住一屋 头对头 脚对脚 江西沙AB团 福建沙改组派的事 直到1932年下半年 周恩来 王家祥 向英 任毕石 他们先后进入敏干苏区 才被制止住 而我们的朱德总司令呢 自接到陈毅带回的中央指示信后 就专务军事 不再过问党政上的事 他一直尊重毛的党政工作 就是对那个诬告过他的林彪小子 也丝毫没有计较 而是一战功 才能 一路提拔 从营 团 师 军 直到红一军团总指挥 年纪不到30岁 叶金英插话 这里我要补充几句 我是1931年初进入江西苏区的 任红一方面军副总参谋长 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 经历过五次反围剿战役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反围剿战役 都是在朱总司令指挥下 打败敌人取得胜利的 毛委员参加了第一 二次战役的指挥 但总司令是红军的主帅 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 是诸州共同指挥 也是以诸为主 毛因滥杀AB团等问题 被中央撤了军队职务 到福建长厅养病 后来的党史军史 把江西苏区红军取得第一 二三四次反围剿战役胜利 都归于毛的功绩 朱总司令不争不求 从来没有异议 他认定一个大局 既然革命事业需要树立一位权威领袖 就无条件服从 至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 则是伯古 李德 周恩来三人团指挥的了 朱老总受到排挤 当了个空头军委主席 叶荣臻说 不计个人功绩 名位 服从革命大局 容别人之所不容 忍别人之所不忍 朱德总司令可说是我们党的圣人 他的高风亮节 无人能及 叶金英说 是啊是啊 中央红军在长征走到川北草原 不是和红四方面军会师 两支方面军做过一次统编吗 由张国焘做总政委 军委副主席 中央分派朱总司令 刘伯成和我三人 到红四方面军工作 可张国焘争当全党总书记 没有争到手 竟闹起分裂 不但拒绝和红一方面军一起北上 还拉部队走回头路 第二次过草地 另立党中央 张国焘胁迫朱总司令签字 说是让他当总书记 朱总司令看穿了张国焘的野心 嘱咐刘伯成和我沉住气 不上当 不受骗 他和张国焘周旋 既讲原则又有涵养 总是以兄长的身份 劝告张国焘 我们已经有了党中央 为什么还要闹第二个 没有用 做不得数 成不了事的 要好好想想的 你是全军总政委 党中央常委 本身已经是中央领导人了 我亲眼所见 每次张国焘带来警卫班 胁迫朱老总 老总都是不怒不躁 坚持摆事实 讲道理 窥然不动 我和刘伯成当时真担心 张国焘苟急跳墙 对总司令下毒手 但涉于总司令的崇高品德 威望 长者风范 姓张的终究没敢动手 我们在张国焘一伙的胁迫下 第二次过草地 到了川藏边区 张国焘想在那里闹歌剧 建立他的独立王国 幸而这时 贺龙任碧石率领的红二方面军赶了上来 和红四方面军会师 朱总司令和贺龙任碧石一拍即合 一起去做张国焘的工作 分化瓦解 半劝半逼 张国焘终于统一放弃分裂活动 于是我们第三次过草地 北上干陕 实现了红一红二红四三支方面军的总会师 朱老总领着我们 比张文天毛泽东他们多走了整整一年的长征路 才到达陕北 毛泽东见了朱老总时很激动的说 总司令 你是福大命大 一正压百携 叶容真也越说越兴奋 西安事变后 国共合作抗日 红军部队接受南京政府改编为 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 俗称八路军 朱老总任总指挥 彭德怀任副总指挥 在太行山上建立起抗日根据地 不管后来怎么评说 我八路军将士开赴华北前线 就来了个开门红 百团大战 组织起一百零五个团的兵力 包括民兵 在一千多公里的战线上 历时四个多月 给日伟军以沉重打击 中国外国对我八路军刮目相看 侵华日军更是把我们看成阻挡他南下占领全中国的大障碍 百团大战之后 日军开始对我太行山八路军总部 实施不间断的所谓大扫荡 司令部几乎天天都要行军作战转移 党中央毛主席考虑到总司令的安全 请他回延安坐镇 总司令在前方坚持两年 看到彭副总司令作战勇猛 指挥有方 他才返回延安 大家知道的 彭老总那个臭脾气 谁都被他骂 骂完拉倒 连我和林彪这样的将领 都吃过他的斥骂吼叫 有时在毛泽东面前也吼叫 就是对朱总司令讲客气 见面总是嘿嘿嘿 像亲兄弟 总司令是1940年夏天回延安的 那时我陕甘宁边区正进入困难时期 速德战争即将爆发 老大哥自顾不暇 援助断绝 重庆老蒋又闹反共 断了我们的梁想 陕甘宁边区本是个贫困荒凉的地方 耕地很少 二十几个县份 两百多万人口 本来粮食不能自足 现在一下子要多养活十来万 中共机关部队 学校以及家属小孩 粮食从哪里来 这回又是我们总司令 回到延安不几天 就向中央请战 效法古代屯田养兵 开荒种地 他来挂帅 自己动手 风衣足食 艰苦奋斗 自力更生 他和毛泽东不谋而合 通过实力勘察 总司令亲自率领王震的三五九旅 一万多将士 开赴延安东面几十里的一片大荒谷 叫做南尼湾 一冬一春 竟开垦出两三万亩粮田 一举解决延安十万干部军人和家属小孩的吃穿 这是历史丰碑 延安人吃饭穿衣 不忘朱总司令 可后来又是为了树立一个领袖的权威 把南尼湾开荒种粮这个大功绩 说成是毛主席一手创建的 朱总司令坦荡荡 只要居民能吃饱肚子 功绩属谁 效果一样咯 叶金英也越回忆越激动 我们都是那段历史的过来人 亲眼见证吧 那时在陕甘宁边区 在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 党政居民对总司令的敬爱拥戴 都是自发的 出自个人内心的 克青大妹子 你还记得吗 1946年 延安中央机关不是替总司令 办过一次六十大寿 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任碧石 彭德怀等领导人都写了贺词贺信 我至今还记得 党中央注词的头一句就是 人民庆祝你的六十年生活 因为你是中国人民六十年奋斗的伟大化身 毛泽东提词 朱德同志六十大寿 人民的光荣 刘少奇提词 朱总司令万岁 周恩来提词 举世人民公认 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 劳动群众的先驱 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 叶容真说 我那时在禁察纪军区 没有参加延安的注授活动 后来收到党内通讯 读到上面这些注词贺信 我和军区的同志们都觉得 朱总司令光明磊落 全党楷模 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康克青眼睛又红 鼻头又酸 延安注授的事 我都忘得差不多了 两位老帅却记得清楚 在那以后 朱老总就谢绝 任何人替他办庆祝生日之类的活动了 叶金英说 49年进城之后 总司令更加谦逊随和 达到无争无求境界 有人说他是老好人 他也乐于当何事老 不管人家听不听 遇事他总要说上几句 1954年处理高饶事件 他劝说刘周邓 不要把彭德怀林彪牵扯进去 就是对高饶也应给出路 不要一棒子打死 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 别人都不敢讲话 只有朱老总说 彭德怀有功 民族英雄 打不倒 他还找了毛主席 直言会议风气不好 毛主席说 总司令的意思是前一半好 后一半不好 但多数同志认为 后一半风气比较好啊 会议开到最后 据说表决 关于彭黄张州 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决议时 大家的手都举得高高的 便于计票 包括彭黄张州四人都举了手 总司令虽说也举了手 但只是弯着胳膊 举到别人一半高的位置 那动作一看就知道是极不情愿 相当勉强 那天会后 毛主席在山道上散步时 遇到朱老总 就说 郁杰兄 你手举一半 算投了半票 总司令笑笑 润之兄 反正我是举了手的 举高举矮 我没有想到 这个小插曲 当时在山上传开来 多数人的心里 对总司令是十分敬佩的 总司令既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又要尽力维护 猪毛部分家的领袖关系 易荣臻说 对了 我也想起一件事 卢山会议后 林彪接任了军委常务副主席 和国防部长两个职务 回到北京 就主持全军师以上高级将领开会 批判彭皇张周 那天 总司令林彪 贺龙 小平 陈毅 向前 你我都在主席台上 林彪讲话时 竟当着大家的面 手指着总司令 对着麦克风说 你这个总司令 从来不是总司令 不要看你没有本事 一天到晚笑嘻嘻的 实际上你很不老实 有野心 总想当领袖 林秃子这是仗谁的事 放的什么屁啊 总司令已经七十几岁高龄 全军哪一个师级以上干部 不是总司令教育提拔上来的 包括你林秃子 当时我们在台上的都坐不住了 台下的三四千名正师级以上干部 也都愣住了 我们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 朱总司令 朱总司令移过麦克风 仍是一脸微笑 仿佛早就等着林秃子撕开平时那层 毕恭毕敬的面纱了 也仿佛早就准备好了回答 我老了 不中用了 欢迎林彪同志的批评 玉蓉啊 那就请你批评好了 趁大家都在 你可以继续批评 叶吉英说 这事儿我也至今历历在目 总司令四两拨千斤 就把林秃子镇住了 为了不引起众怒 林秃子赶紧回过头来补充几句 纠正口误 算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弄神弄鬼 小人一个 彭德怀被打倒后 中央警卫局安排他到西郊挂甲屯 吴家花园居住 记得我和聂帅还去看望过一次 那是明末详卿大将吴三桂 遗弃下来的一座大荒原 位于北京大学西南边 几里路远的郊区 相传 北宋杨家将的杨六郎出征途中 曾在这里歇息过 因此叫做挂甲屯 彭老总也解假了 带了那班派来监管他的警卫战士 在园子里开荒种地 搞试验田 用实践证明 亩产小麦不可能过千斤 更不要说什么亩产十万斤百万斤了 那些年啊 谁都不敢上门去探望彭老总 连他老婆都闹离婚 门庭冷落 只有我们总司令 每个月都要去几次 和彭老总下棋 他们是几十年的棋友了 从井冈山到延安 到太行山 到北京 一直是棋友 吴家花园下棋 不谈政治 总司令的风格是 动子不毁 彭德怀则是喜欢毁棋 赖子 又喊又叫 两位老人还争吵的 我是怎么知道的 那时还是警卫局局长的汪东兴听了汇报 向我讨主意 我说两个老总下棋 又不谈政治 能有什么事 总司令年纪大了 就那点嗜好 高抬贵手算了 汪东兴也说 党内军内 谁不尊敬总司令 我也觉得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康克卿说 未些年 朱老总常住玉泉山 很少进城参加会议 他去找彭老总下棋 从不让我陪他去 现在他去世了 我才敢讲一件事 只是对二位老帅讲讲 我知道他对彭总同情 怜悯 一位战场上的大英雄 和平时期遭到软禁 他能做的 就是去陪着他下下棋 算一种精神上的抚慰 是1965年春天吧 有一天 朱老总看看身边 没有工作人员 忽然对我说 他找了主席 替老鹏求了个情 主席同意了 准备放德怀 去四川三线建设指挥部 任副职 算恢复工作 当时朱老总那个高兴啊 拍着我的肩膀说 小妹 办成了这件事 你要允许我晚饭 喝一小杯茅台了吧 叶精英说 总司令是赤胆中心 一泊云天 比起他来 我们这些人是羞愧得很 196667年 文化大革命起高潮 打倒刘少奇 邓小平 总司令又在一次会议上 讲了句 只有他才敢讲的话 刘邓可以批评 帮助 要打倒 我看是倒不了的 客情老妹子啊 就为了这句仗义的话 中央文革 七本语那个小流氓 竟奉了娘娘的命令 指使中南海红色造反队 两次抄了你们家 连几口箱子都被撬开 还贴了满院子的大字报 大标语 叫喊什么 打倒黑司令 清算大军阀等等 康克清又抹眼泪 是啊是啊 那时我这个童养习出身的红军干部 也天天在全国复联机关当走资派 挨批斗 朱老总则住在玉泉山休息 后来我实在被他们逼得没法子了 只好给他打电话 说老总 你回中南海家里来看看吧 我都不敢告诉他 家里连院墙上 走道上 到处都刷满了打倒他的大标语 大口号 什么难听的话都刷上了 他回到中南海才明白一切 他竟然没有动气发怒 还笑着对我说 小妹你急什么 润知和我共事几十年 还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果然过了两天 毛主席发下话来 朱德是红司令 不是黑司令 还是那句话 朱毛不分家 有了这道最高指示 齐本宇操控下的中央办公厅 中央警卫局造反队 才停止了对朱老总的攻击 叶景英愤愤的说 这叫掌握火候 警告性质 要总司令住口 当时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叶蓉真说 到了1967年 贺总彭总遭监禁 陈帅叶帅 徐帅和我 也都被围攻 抄家 为了那个所谓的二元逆流 三总司帅大闹怀仁堂 停止审查 大会小会批斗 真他娘的过鬼门关 康克卿说 6768年 怪事坏事出的多啊 京西宾馆 军事博物馆 一直挂着的那幅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井冈山会师的油画 所有的报纸刊物都刊登过的 全国上下谁不知道 可是在1967年 就被改化成了 毛主席和林副主席 井冈山会师 仍挂在京西宾馆和军事博物馆 还有原先的小学生 语文课本上 不是有篇 朱德的贬单吗 写的是 朱总司令在井冈山根据地 和红军士兵 一起挑粮食的故事 也被改成了林彪的贬单 印刷在小学生语文课本上 篡改教科书 伪造历史 欺蒙天下 后来闹得大约 毛主席也觉得太不像话了 才发了话 1928年4月的井冈山会师 我不可能越过朱德军长 和陈毅副军长 去和他们手下的一名营长会师吧 叶金英说 林秃子坏事作绝 孤名调狱 丑态百出 历史的笑柄 九大上 经娘娘提议 林秃子的接班人地位 被写进党章 仿佛共产党的天下 就是她姓林的了 过了不久 她借口准备和苏联打仗 发出林副主席第一号战备命令 北京疏散人口 把我们所有的老家伙 发配到外地 不准留在北京 克青大妹子 记得是把你和总司令 发配到了广东从化 康克青说 林秃子一伙 对朱老总最狠毒 别的人疏散外地 都给个三五天时间做准备 中央办公厅给朱老总的时间 是限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 和绑架驱逐一个待遇 她和我还有三个服务人员 被一架空军专机 连夜送到广州白云机场 有广州军区的负责人接机 见面很不客气 说我们不能进广州城 直接送从化 天亮之前 我们被送到从化温泉 又宣布纪律 活动散步 不准越过桥头港哨 朱老总和我知道 她成了共产党的张汉青 遭到软禁了 在那暗无天日的时日里 朱老总却和我悄悄说 小妹你放心 毛林两人尿不到一壶的 不信 我们等着瞧 我当时是半信不信 但一下子增加了信心 果然不出朱老总所料 不到一年时间 毛林就闹到要动刀子火拼了 到了1970年夏天 又开庐山会议 局势明朗 年底我们被批准回到北京 因为毛主席又需要老帅老将们 和他站在一边 来和林秃子那个军事集团 做斗争了 但这次回来 朱老总坚持不回中南海住了 而执意住到西郊新六所 我明白 他对中南海是失望加伤心 叶洁英感叹道 新中国真是个大舞台 从领袖到老百姓 乱糟糟 闹哄哄 你方唱罢 我登场 人人都参加演出 真叫他娘的绝 千古绝唱 在我一朝 叶洁真说 门唱武打 生弹净丑 花脸黑头 借东风 烧赤壁 华荣道 走卖城 一出一出都唱过 建功你算花脸 我算黑头 大妹算老蛋 只是没演过舌太君挂帅 康克经又眼睛红红的 叶帅 你还幽默 我是苦出身 过去很少掉泪 两位老帅 您不晓得 总司令走之前 心里还挂着一件事 就是他听人私下告诉他 1974年彭老总临去世的日子 一直向专案组提要求 想和总司令见上最后一面 打了一辈子江山 死前就这点要求 人家都不批准 总司令听了这事 一直念叨 为啥子 为啥子 人都快死了 还怕什么 怕什么 德怀 我们党对不住你 对不住你啊 叶金英 聂荣真听到这里 也都红了眼眶 唏嘘不已 一时间 康克经又感到过意不去 算了算了 今天进山来 拜望二位 本想找个地方大哭一场 诉诉心里的委屈 我晓得 两位老帅陪着我 回忆了总司令的大半生事迹 是为了宽慰我这个未亡人 你们的心意我领了 放心了 你们的大妹子会挺起腰板活下去 好好活下去 叶金英说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朱总司令不朽 永远活在我们这些人的心里 叶荣真喝口茶水说 总司令走了 我们还活着 不但要挺起腰板活着 还要老计福利 叶金英说 主席的日子也不多 我有内部信息 那批王八蛋正在磨刀 要和我们见分晓 叶荣真说 人家磨刀我擦枪 否则 休刷当了大半辈子军人 带了几十年部队 克青大妹子 你个红军女将 有没有什么建议 康克青说 我呢 如今想事情看问题 有些婆婆妈妈的 只想到各位老帅 老将军 先要保障自身的安全 关键时刻 不要先被人做了手脚 在这个前提下 抓住战机 出其不意 做雷霆一击 叶金英竖起拇指 好好 红军女将威风不减当年 大妹子 就拜托你 和你那位老战友保持联系 他不是有个儿子 在卫戍区司令部工作吗 什么 吴忠的警卫参谋 太妙了 我们最要随时掌握的 就是吴忠这个卫戍区 司令员的一举一动 对不起 祝福 请不吴忠的